妳想過來親我 妳說妳只能先這裡 那妳們要什麼生肖啊 別在一起 叫王雨潔就是啊 是幸福肥啦 別這樣 我沒有說他肥喔 我只說他管不住嘴而已喔 如果氣消了 OK啦 對 我們家是氣消了 要說對不起才算 不管誰對誰錯 就一定要說對不起 他們的是氣消了 然後來一下 差不多是氣消了 差不多 因為我跟我老公 其實都算是 不算是很常吵架 因為我們一吵架 就會很火爆 有一次我跟他吵一個 非常嚴重的架 因為他有一次就在看電視 然後就看看看 然後又說 你們女明星 只要發胖 就說是內分泌失調 我看你們就是 根本就是管不住嘴而已 你怎麼這麼狠喔 我那個超級賽亞人的火 我沒有殺到甜花瓣 那個時候你的身材 是已經怎麼樣 有點胖嗎 沒有 我就是 你那麼氣幹嘛 因為我為什麼 可以維持這個身材 因為我很努力啊 對 你都不知道女明星 這個不能吃那個不能吃 要運動要什麼 你知道我看炸雞廣告 我也會哭耶 我也會好想哭喔 太透過 然後我就覺得 你怎麼可以用 因為他是圈外人 對 我說你怎麼可以用 這麼 這麼 不負責任 然後的態度來批評 就對我來說 你就是網路翻譯 你不了解 然後你就這麼用力的 去批評 電視上面的人 然後我就覺得 好委屈喔 就覺得 你根本就不了解我 我們生活過得多慘 你都看不到這樣 但有些人就是 管不住嘴啊 像王雨潔就是啊 他還好棒喔 他還好棒喔 男士幸福肥啦 不要這樣 我沒有說他肥喔 我只說他管不住嘴而已 不好意思 沒有 反正就那一次我們吵很久 大概我跟他冷戰了兩天 他一直想要跟我求和 我都不理他 然後我就會覺得說 其實拚了這麼久 兩個人又生活在同一個屋簷下 對 其實我也滿不舒服的 我也很想要和好 可是我又拉不下臉來 然後他後來就跟我講說 好 那 如果你願意和好的話 那你氣消的話 就請一下 當作表示 然後從此之後呢 我們再也不要聊這件事 這件事我們就讓他過去 我們就再也不要提了這樣 然後後來想一想 然後就覺得 好啦就是他也給我 搬樓梯來給我了 那我就 你還不下來 到時候下不來 對 然後後來我就好 看著你的眼睛好 親一下嘴巴 然後這件事過了結束 OK 就以後再也不要聊這件事 不要翻舊帳出來吵架這樣 對 所以以後我們在溝通的過程中 如果還是有這樣子的摩擦 或是什麼的話 就會用親一下來代表 我好了沒 我如果還沒好 他你想過來親我 你說你只能先這裡 你只能親臉頰 代表還沒好 就代表我還沒好 我還在親 那你們要怎麼生小孩 可以不要疊啊 有別的方式啊 那一定會疊在一起啊 有某些是沒有角度 對啊 接龍啊 對啊 接龍是什麼 沒有啦 我是說 我們家的碗 不能疊在一起 為什麼 就是這個也是我老公 從他的原生家庭遺傳過 來的一個家庭 對 就是延伸下來的家庭 因為我公公手藝非常好 所以我公公常常就是會煮一大桌菜 然後我就說 哇小媳婦我一定要表現好一點 雖然平常很爛這樣 然後吃完了 我就要趕快把手 碗收去廚房這樣 然後我就要碗收起來 要吃完了 然後我老公就看我要把碗疊上去的時候 我老公說等一下你不要動 你不要動 我來 我來 我想說哇怎麼這麼好 好貼心喔這樣 然後他說你不要動 我來收 然後他就把碗跟盤子 一個一個的 這樣子移去廚房 從餐廳移去廚房 你說一個一個一個 一個一個 怎麼會死 你怎麼不拿盤 然後我就說你這樣很麻煩 你這樣要走很多趟 對啊 他說不行 因為那個碗如果疊在一起的話 碗屁股會髒掉 在洗啊 對 我就說可是 可是洗碗的時候就會洗到了 對啊 他說如果不髒 就不用洗了 怎麼可能 他果然是想洗一面 你也做什麼 你不珍洗 他後面還是會濕啊 對 我就不理解 因為我從小到大 我媽媽教我的就是 吃完的東西 碗跟碗都放好 盤子跟盤子都疊好 然後送去廚房 我媽連在外面餐廳 也是都會做好這樣子的事 然後我就想說 這跟我受到的教育 實在是有太天差地別了這樣 然後我就想說 那如果我公公遇到我媽媽 他們要同桌吃飯怎麼辦 對 這時候是要疊還是不疊呢 而且妳媽又很熱心 會幫人家疊 這熱心的那一種 好危險喔 反正我後來就是 好來也就順著他 我在台北家的時候呢 我就會一個一個這樣子運送 但是我如果回南部 回高雄我家的時候 我就會全部都疊好 疊好 喜歡我們這一期的影片嗎 記得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這樣就可以準時收看到 我們每一期的影片喔 馬上通知你